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青島啤酒廠加尿不加價 影片曝光 網友驚 再喝不下尿黃色啤酒 我身邊的金融民工 很多已經出不起拆了 一件小事情 中國航空產業正遠離國際航空 中共出口管制石墨 自旋絕路與世界脫鉤 又要重蹈覆轍 新華社稱 中國經濟總體向好 引發輿論翻車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21日 星期六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青島啤酒廠加尿不加價 影片曝光 網友驚 咋喝不下尿黃色啤酒 位於中國山東省的青島啤酒廠 竟然有工人直接進入原料艙內小便 過程被監視器拍下後 近日在網路曝光 引發網友熱議 據中國大碗新聞報導 這段工人在對著艙內原料小便的影片 是10月19日被上傳到網路上的 平息市經濟開發區市場監督管理所工作人員表示 已經將影片情況上報 將會進行調查 而該廠工作人員則宣稱 不知道此事 要再瞭解情況 中國網友們則吐槽 原來青島啤酒是加料版 當你發現一隻蟑螂時 家裡已經有無數隻了 精釀 一泡釀毀了一個牌子 以後再也喝不下去尿黃色啤酒了 味正宗了寶寶們 原來啤酒花是這麼來的 我身邊的金融民工 很多已經出不起拆了 從各大公司年報披露的部分來看 金融業高管的薪酬下降比較明顯 大陸媒體報導 據東方財富Choice金融終端數據 在26家上市券商中 有20家的高管薪酬下調 其中1家降幅在10%以下 9家降幅介於10%到30%之間 有4家降幅為30%到50% 有6家降幅超過50% 公眾號坦叔盤前發文表示 最近我的研究生同學老馮 下班後有事沒事總愛在同學群裡 約這約那去喝酒打球 我忍不住私信問他 咋有時間約飯打球了 最近不出差了嗎? 他給我回了一個哭笑不得的表情 不出了 現在我出差 簡直比成個家還難 老馮說 前幾年國內市場經濟騰飛 遍地都是紅利 可如今 隨著行業週期下行 市場動盪 投資行業的邏輯徹底被改寫 屬於投資人的高光時刻也變得渺茫起來 據清科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 市場投資案例數和金額分別達到了3638起 2929.65億元 同比下降了37.5%和42% 而同樣在2023年上半年 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共發生了1326筆退出案例 同比下降了32.6% IPO退出仍是主流 看起來投資難 退出更難的無解局面 一時真找不到解決方案 老馮和我說 前陣子趕上了暑期旅遊忘記 他去外地出差 酒店價格全線上漲 連快捷酒店的價格都飆升至千元一間了 他們公司的500差旅標準根本無法滿足要求 最後他不得不去朋友家住了一天 這也就算了 現在發行人更摳 經常全程的打車費都不給了 還得先坐一段地鐵 然後再打車 一件小事情 中國航空產業正遠離國際航空 近兩天 飛友群流傳南航一份資料 內容是禁止飛友本進駕駛艙 飛友本就是Flight Lock 也有稱飛行日誌 是國際流行的航空文化之一 飛行日誌主要內容是機組人員簽名 以及飛行參數 比如航程速度和油量什麼的 乘機時收集飛行日誌是件樂事 許多飛友自行設計格式 請乘務員協助遞進駕駛艙 大部分飛行員很友好 他們特別喜歡熱愛航空文化的乘客 會寫一些鼓勵或讚美的話 拉總朋友圈經常有人曬飛行日誌 通常都令人感動 但中國已有數家公司禁止填寫飛行日誌 這並不稀奇 但飛友們依然對南航禁令充滿好奇 因為其中提到了製幻 也就是擔心飛友搞破壞 通過遞送飛行日誌的方式 使用迷換藥迷倒飛行員 這個好像很科幻啊 航空文化是人類原生文明 人們渴望像鳥那樣飛行 於是一百多年前誕生了飛機 如果管理得當 航空文化能形成產業 例如微軟的飛行模擬遊戲擁盾慎重 英法航展每屆都獲利潑風等等 在中國 喜歡到機場附近看飛機的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年輕 這非常好 但遺憾的是中國多數機場都不提供觀賞平臺 跑道邊高音喇叭 距離很遠便大聲呵斥 將愛好者當作隱患對待 在日本 幾乎每個機場的屋頂都是觀景臺 在歐美 大部分機場都允許航空愛好者靠近拍攝 少有噪音趨勢 有些機場還準備由草坪和遮音處供民眾享用 所以說 這些國家民航業發達 民眾對航空業的關注度也很高 有的製造業全球領先 都是有群眾基礎的 造飛機辦航空固然是為了賺錢 但如果說脫離了群眾基礎 會不會影響其發展的速度和深度 前幾年有位不錯的領導提出方便群眾看飛機 前不久有關部門還專門出台文件 讓更多的人坐上飛機 但遺憾的是 前段時間成都某機場公然標誌 禁止拍飛機 北京的西湖原動輒關閉 現在南航又擔心非有迷幻 這些都與通行的國際航空文化漸行漸遠 航空業是朝陽產業 是中國大力發展的產業 這樣做不利於中國航空產業的發展 希望能夠有所改變 中共出口管制石墨 自尋絕路與世界脫鉤 又要重蹈覆轍 20日 中共商務部會同海關總署發布了有關石墨物像臨時出口管制措施的公告 包括將此前實施臨時管制的球化石墨等三種高敏感石墨物像 正式納入兩用物像出口管制清單 限制措施將於今年的12月1日起實施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路透社指出 這是北京當局以國家安全為由 試圖控制關鍵礦產供應 以維持中國群球製造業主導地位的舉動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杜斯特伯格說 中國聲稱希望避免脫鉤 但這些限制都有助於其實現自給自足 並損害美國關鍵科技產業 美國德州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分析說 中共是想通過關鍵原料管制向世界示威 但對其他國家而言 只是一個長痛不如短痛的產業鏈 供應鏈轉移過程 這並不是一個中國獨大的市場 以全球市場規模來講 即使大多數東西都不是中國獨大 只不過其他國家賣的比較貴 或者相對運輸成本比較高 他說中國限制出口短時間內會有一定影響 日本和韓國會比較痛苦 長遠等於說 中國跟整個世界產業鏈脫鉤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上一次中共7月時宣布 8月起限制半導體關鍵材料 加者出口 報復美國 使8月出口量受到衝擊 中國稀土庫存如山 中共急忙宣布核准部分出口 這一次中共很可能重蹈覆轍 新華社稱 中國經濟總體向好引發輿論翻車 中共黨媒新華社在10月20日發文 中國經濟持續恢復總體回升向好態勢 引發網路罵聲一片 新華社的評論稱 從工業 服務業 消費 投資等指標來看 經濟呈現持續恢復向好勢頭 這引發了國內網民一邊倒的譏諷 同時當天早盤 上證指數在經歷了將近230個交易日之後 再度跌破3000點 引發股民哀嘆 破了3000點 哪來的自信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今天的內容是 一帶一路晚宴菜單曝光 八菜三酒都有啥 解放軍死血 五不會 兩差距 兩不足和三能不能 北歐天然氣管線 電信纜線莫名受損 中俄兩船隻案發時行蹤可疑 以色列 哈馬斯放兩美國人質 約200人被掳走 多數人活著 美媒 中共增加滾裝船建造可用於攻台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你的見解 也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 supporters 麥當勞和大家的支持 録音 請請 врем workouts 過去一陣 並且能聞到 電視頻的評論40字 民意务修 請多勞 聯絡 請節先生 記憶 請問 予告